中国日报网7月2日电 据印度时报网站报道 当地时间7月1日 印度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萨迪亚帕尔 辛格再次爆出惊人之语 他重申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科学上是错误的 并表示自己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 他相信他的祖先不是原 萨迪亚帕尔是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的成员 今年年初 萨迪亚帕尔公开表态 宣称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部科学 相关内容应当从教科书中删除 因为没有任何人 尤其是在我们的祖先中 不管是文字还是口述 曾表示看到过猴子转变成人类 我们所读的书籍 以及我们祖辈讲的神话 也从未提过这种事 身为政府高级官员 公开质疑科学理论 萨迪亚帕尔的言论 随即引来印度科学界的口诛笔伐 令人意外的是 时隔近半年后 他竟然再次公然触犯重怒 7月1日 萨迪亚帕尔出席一场新书发布会 他重申 我是一名理工科学生 我拿到了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而那些反驳我的是什么人呢 又有多少人支持我呢 即使不是今天 也会是明天 即使不是明天 十年 二十年之后 人们也会接受我所说的话 至少我相信我的祖先们不是原 萨迪亚帕尔还借机会对那些攻击他的人 谴责另一个人的观点 这可不是科学崇尚的做法 好好想想吧 这位孟买市警察局前任局长还表示 他为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政治家感到自豪 而印度又带有民族主义心态的民族主义政府执政 这于国家而言是一笔财